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明特主将老师Toby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Canvas和Pint 这两个东西 进行GameView里面Canvas和Pint 然后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个案例 一个折线图 我们在一些比如说炒股类的 或者一些什么计算这种网数 或者一些统计之类的地方 需要用到折线图 大概是这样一种效果 可能我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只是就说教会大家方法 大家可以做很多扩展 比如说可以滚动的 有刻度的 有小箭头的等等 只要大家了解的最基本的方法 然后后面的水到渠成 讲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 安卓的这样一个坐标系 安卓的坐标系它是这样的 看一下这是屏幕 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屏幕的圆点 这是我们初中的手学的圆点 就是这个圆点的概念是一样的 向右它是x轴增加 向左就是负就是减少 向上的话就是y轴减少 向下的话是增加 也说这个地方就是00 然后假设这个屏幕是多少 1280乘720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1280乘720 x轴很像的是720 y轴1280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折线图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圆点 它这个折线图的圆点是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要给它定一个 这个桌标点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有两根线 x轴和y轴 我们上前课讲到了 我们的Canvas这样一个画布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画图的API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这是上上节课提到一个博主的博客 在里面写的比较详细 看我们有画圆 画线 画矩形 扇形 三角形 我们看我们这个东西 其实它就是画线 对吧 都是画线 各种各样的线组成的 其实我们只用到了一个画线的API 看画线的是哪一个 就这个 桌内 画线 它总共有四个参数 这个参数分别是起点的xy坐标 终点的xy坐标 以及我们这个画比 它五个参数 现在可能大部分不太好理解 我先让我们来写一个 写一个这个叫做折线图 叫nine吧 集成根view的方式 实现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然后再 复写一下它的 unjoy方法 这是我们上级课讲到的 unjoy方法 这个 canvas就是画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API 其中有一个叫做做nine 看一下它的介绍 看 float型的 起点的xy坐标 stop 终点的xy坐标 以及pand 我们现在相当于有了这样一个做nine 这样一个工具 做nine的一个工具 它就是画起点的xy坐标 终点的xy坐标 然后用笔画一下 就ok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每一套线都是这么画出来的 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画线 它起点和终点 我们的规则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也说比如说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它是 这个是起点 下面是重点 也说从上到下 比如说这条线就是 这个是起点 这个是重点 从左到右 就像这样的原则 因为我们的圆点 在最左边的最顶部这个位置 00 画线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然后我们看这里 其实就是紧跟线 123456 123456 6根线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实现这个东西 我们说到我们有画布 我们还需要画笔 对吧 画笔pnt 我们先 lue一个pnt 但我们看我们这个是 这些线它都是蓝颜色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蓝颜色的笔 给它设置一个color blue 好了现在画笔有了 画布也有了 我们需要用画布的这个画线的函数 我们先画这两个x轴和y轴 但是我们看我们这个并不是以这个为原点来画的 是以这个点 相对于我们是基于这个点来画的 这个点我们可以定义两个变量 x的位置 比如说 200吧 y的位置 这就是原点的位置 y x200 是这个距离 y的话就是这个距离 到这里 到这里大概是我们写个400吧 然后我们来画第一条线 我们把这个点也找出来 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xy这个点就是这个点 我们以这个点来画画这个y轴 y轴的话是从这里画到这里 我们先用一下canvas在这个函数先把写出来 做 9 看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以及这个画比 起点坐标是哪一个呢 就这个 这个起点坐标是多少呢 你看啊 假设我们这个点知道了 它的x坐标其实就是这个 对吧 它的y坐标 这个点 它是从这个点开始画的 其实就是 本来这个原点是400 对吧 这里是400 但是它向上了 它是减少了 我们要给它减去 这个高度是多少 我们就减多少 比如说我们减个100吧 我们就也相当于 我们是把这个y轴的高度设成了100 这样放开 不要一直弹来弹去 好了 x这个是起点的坐标 就是这个 我们画出来了 然后中点的坐标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原点的坐标 好 我们还需要我们的画笔 好 就这样 这个NameView 我们现在把它填到我们的activity里面去试一下 这个我们先截个图吧 先来跑一下 先来跑一下 我们刚刚画了一条线 这个位置有点远 没关系 我们可以调一下 x轴 y轴 其实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y轴再调长一点 感觉有点短 对吧 减100 加一倍 好 点错了 好 来 涨了一倍 是y轴有了 现在我们画x轴 x轴的起点坐标 我们知道我们的原则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起点坐标其实就在这里 那也就是它起点坐标 就是这个原点 对吧 那终点坐标 比如说我们先画它这个位置 终点的坐标 它的x轴 就是现在的位置 加上长度 我们y轴的长度是200 我们 x轴也写成200 吧 然后这个 结束点的y轴的坐标 y轴的坐标是多少 就是这么多 没有变化 我们先跑一下 好了 我们的x轴也画出来了 感觉x轴有点短 对吧 长一点 看我们的x轴和y轴就画出来了 其实就非常简单 相对于现在给你提供一个工具 画一条线的工具 然后 这个工具 需要传一个起点的坐标 中点的坐标 以及一只画笔 就ok了 起点的坐标 然后 中点的坐标 画笔 是非常简单 那我们写个注释 这就是y轴 这就是x轴 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折线图 它是这样从这一个圆点开始画的 其实就是画线 画了四根线而已 对吧 我们来画我们的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 起点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圆点 起点其实就是这个圆点 对吧 起点就是圆点 我们现在写好 就这个圆点 终点呢 我看一下它的终点 这些现在终点它是x方向 增加了 增加了大概50吧 x方向我们给它增加50 y轴 y点 y的话我们看一下 x向右就是增加了50 y的话它是向上 我们知道我们的圆点在这里 其实向上是减少 对吧 这是减少了 y轴所以应该减少 比如说减少100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 好 第一条线有了 然后我们来画我们的第二条线 其实我们有个规律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第二条线它的起点 其实是第一条线的终点 对吧 这是折线嘛 相当于一条接一条 一条接一条 所以说下一条线的起点 是上一条线的终点 我们了解了这个规律的话 我们这一个第二条线的起点 直接就有了 就是这个 然后它的终点呢 终点我们看 在y轴的 在x轴的方向 又增加了 假设我们每次 我们每次 y轴的方向都是增加40 x轴的方向都是增加40 这样就说一条线 在那宽度是40 这样可能会好看一点 我们看上次的话 它是5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明白 先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一下 可能大家会清楚一点 大一 四大一 一 N的E N的E 我们把它 提出来 提成几个 几个变量 提成几个变量 好了 我们这里就直接填4大1 Y4大1 X1的1 Y1的1 我们一条条来 好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条线 这个没有变对吧 没有变 没有变 X轴就是 7点 就是这个圆点 也就是这个XY这个位置 然后终点的话 它向右增加了 在这个圆点的位置上增加了50 Y的话它是减少了 因为它向上对吧 减少了100 大概就这样一条线 现在我们来画第二条线 第二条线给大家说过 我们每一条线都是首尾相接 我们先把我们的变列名写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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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2 它的起点就是上一个的终点 这样是不是清清晰很多 对吧 然后它的终点 看一下它的终点 终点它其实是在我们原来的这个点的方向上又增加了 也就说是在我们上一个线上一个点上一个线的终点方向上又增加了 是在这一个的方向上增加了 对吧 然后Y呢 Y相对于上一个点呢 这里其实是加 为什么我们这个Y轴向上是减限向下是加 加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50 看一下我们这一个第二个点全是相对于第一个点的终点来计算的 对吧 再好好理解一点 再给大家理一次 第二条线 它的起点就是上一条线的终点 这个没问题对吧 XY上一条线的终点 然后它的终点 也就是第二条线的终点 我们是相对于上一条线的终点 也是这个点来做的计算 这个点是根据这个点算的 在这个点子上 X轴增加了50 对吧 Y轴它是向下了 向下就是加 加了50 因为我们远点在这里 所以说Y轴向下是在增加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就有了 同理 同理 我们画第三个 先把名字写上 再一键替换吧 好 三 第三条线依然是这样的 第三条线 对吧 先把上一个 终点 变成现在的起点 然后 根据上一个终点来做变化 现在我们是要向上轴了 对吧 向上轴 X怎么样 依然是加 向上轴都是加 然后Y轴是怎么样 Y轴向上是减 对吧 我们需要减 我们减多少呢 向上就是减 减150 对吧 看一下 好 这就有了 这有点长 好 继续画下一条线 再画一条吧 这边就全部三变式 对吧 它的起点是上一个的终点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终点 以它作为参照 来画下条线 下条线它横向依然是加 对吧 然后Y轴它向下也是加 加多少呢 加150 试一下 好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折线图 今天的案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种方式 继承跟View的方式 继承跟View的方式 就是我们继承跟View 复写它的onzo函数 然后用系统提供 Canvas这个画布 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这个案例折线图 看啊 画笔 圆点 X轴 Y轴 其实我们总共只用到 它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桌内 画线的这样一个函数 当然它还非常多 对吧 在我们的这个博客里面有 它可以自己去研究 根据我们的实际项目的情况 去做不同的变化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而且弹窗就烦得很 我一讲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